大家好 我是一球扇暂时25和45整店出国限量促销 另外商店里还有这个变异者Foundation2的这个卡包 这个卡包质量跟上次应该是一样的 关键是里面有一个代币 两个活动的租借卡 剩下就都是一些84、85啥的 最不要脸的是还是不能交易的 活动的第四套阵容加入到卡包里 领衔的就是坎特嘛 虽然是牵腰啊 但感觉是一个全能型的中场 高高的心态无花思逆 还有就是贝利连赛换到了德甲 双五星 迪纳塔莱400多万 无花思逆还是在益甲 然后还有一张中卫的沃克 那就是活动代币啊 现在可以兑换了 第一期一直到7月25号 目前为止啊 一共发了29个代币啊 今天一共发了两个 画面中总结了目前为止 所有的代币来源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具体怎么换的话也没什么对错 要是有喜欢的球员直接奔着球员去 不然的话 像36个代币的94加顶沛传奇圈挑选4选1啊 还有30个代币的五大联赛的96加赛季篮5选1啊 还有23个代币17个代币15个代币的全挑选啊 都是挺不错的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 詹姆斯英超的位置换到了右边后卫双四星 有效期的7天比赛环境依然是那个线上要一赛 一线顺利的话呢 需要6场比赛 还有一个任务是变异者杯赛plus 这个任务本身没什么呀 就是赢无偿比赛嘛 但是赢无偿比赛还会给今天的第二活动代币 今天一共出了这两个 球员SBC 先是来自一甲的米利托 是一个二选一 成本在小50万吧 要不然就是边峰 要不然就是前腰97的总评 边峰主力角左脚 前腰主力角右脚 都是双四星 边峰的心态是高低 前腰是高中 两张卡都有搓射和大力投球的特技 两张卡基本上差不多啊 边峰的话速度稍微更快一点 前腰的话呢 传球更好一点 Inception评测是他前腰这张卡 他总体感觉还是这个卡太贵了 这张卡就一般般 踢前腰其实不太合适 前腰可以换位置 踢身体型那种前锋 他身体模型是平均啊 所以控球也不是太好 即便加上发动机的化学 射门和传球还是可以的 由于他身体模型造成控球不好的话呢 边峰那张卡可能用起来就更差一点 所以有情怀的话呢 还是换前腰那张更好一点 还有一个伍德的变异卡 位置从前锋换到了中位 成本在16万左右 94的数值 三花四逆 主眼右脚191的身高 低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高和平均 他有个大力投球的特技 速度来到了93 控球也有84 防守94 弹跳93 强壮97 耐力95 侵略94 数据和模型上看 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中后位 速度也够快 也够壮够高 暂时没看到评测呢 看到的话呢 我可能在评论里会说两句吧 当然如果有玩家做了的话 欢迎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就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